给艺人做好规划 是件不简单的事 急于变现是对艺人职业生涯 生命力的一种消耗 进入金酒 明星们的看秀行程都安排了起来 一个月前有网友爆料 趁阳超越将在九月份前往巴黎时装周看秀 这一爆料得到一位蛮有影响力的时尚博主的盖章认证 据悉除了阳超越外 火箭少女组合还有几个女孩也会一起去 看到造型师发出了类似内活研究造型的感慨 不禁期待其女孩们的时装周造型 到底怎么样了 受某品牌邀请 萨莉杨云晴前往米兰时装周 一幕中抵达机场 奢巢造型魅力十足 杨云晴的资源一直比较不错 马上就要热播的某布局的主题曲是他唱的 之前也上了不少杂志 但有了人气和资源 怎么用好也很重要 看看之后他怎么走吧 女团成员们即将出发时装周看秀 男团的成员们前些日子已经去过一波了 继林燕俊受邀推往纽约时装周看秀之后 碧文俊前几天也被品牌方邀请 去了纽约时装周看秀 第一次拿到秀场邀请函的碧文 俊看起来状态很不错 比较想不到的是 作为刚出道不久的新人 碧社长做的尸头牌 一M87的标准麻豆身材 自带清冷气质 经典条纹衬衫外搭超大西装外套 夸张蝴蝶结给时尚造型 更添一份优雅与贵戏 大长腿的碧社长轻松偷住 这身戏剧化风格的复古穿搭 造型评价不错 而且时尚感也带谢 碧文俊因为这场看秀形成上了热搜 然而 上热搜的关键词 却跟他的看秀造型毫无相关 而是碧文俊女微商 点进去看了后 发现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 是碧文俊合一 群女生坐在一起吃饭的照片 而争议点就在于坐在碧文俊旁边 那那位小姐姐是微商 于是网友们就各种猜测 表示碧文俊这回能去纽约看秀 是被微商带着去的 后来有粉丝曾经说 这只是工作聚餐 碧文俊方工作人员也在场 坐在碧文俊左边 的就是公司工作人员 出发纽约前的机场饭拍途中 就有这位工作人员的身影 而坐在碧文俊右边的那位女生 也的确是卯美商品牌创始人 除了一起吃饭以外 碧文俊还被拍到给这位品牌创始人称赛 贴心身是本人了 两人之所以同框 是因为他们都跟这个媒体有合作关系 碧文俊是这家媒体此次独家合作的艺人 这位婷姐也跟媒体有合作往来 引起争议的那张饭桌合照 更不是传闻中的培驰饭照 这只是一次工作聚餐 在场的大部分人不是媒体 就是碧文俊方的工作人员 前往纽约时装周看秀 是碧文俊出道后 参加的第一个国际时尚活动 是因为一张合照 而为不了解事情真相的网友们吐槽了一番 在家之部分网友的调侃 让整件事的性质再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上热搜是跟微商挂钩 路人观感败了一波 而且从头到尾公司没有出面澄清 粉丝们表示很难过失望 现如今微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是属于比较low的代名词 因为碧文俊这次的事件 不少粉丝翻起了旧账 不久之前公司给其下艺人 吴轩一切的某品牌推广 也面临类似的争议 在这则安利广告的视频中 吴轩一给大家示范产品用法 穿着运动背心 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没什么 但一边是用产品一边说着 可以帮你两个月之内受十斤的广告词 观感就显得不那么好 由网友科普解释 这个产品是澳洲那边口碑不错的产品 质量什么的暂且不说 作为刚出道不久的新人 公司让艺人以这样的方式 进行产品推广着实不合适 不少网友认为 公司给刚出道的新人接这样的推广 不仅会影响艺人未来的商业价值 而且是在快速消耗艺人的人气 对于成熟期的艺人来说 这样的植入性接地气互动 是树立亲民人设的一种有效策略 但对于新人来说 进行这样的产品推广 会给路人以及高端品牌 方对于艺人本身的定位有所误解 前些天 朱正廷成为某品牌全新品牌大使 品牌方推出了一款对应产品 品牌知名度颇高 和艺人进行某单品的推广合作模式 并不算少见 但问题就出在官方旗舰店 直接给粉丝定下了具体数量的销售额目标 表示会在不同阶段解锁不同福利 用详细的购买目标数额 再替话题阅读等数据的传播 借助推广大使头闲追求直接变现的品牌营销推广 这样快速变现的做法 实则是在消耗艺人的生命力与人气 做法在路人看来难免会显得有点楼 虽说公司对于艺人的发展规划有自己的考量 但就目前几次事件而言危机处理不及时 且关于追求快速变现艺人的价值 只看眼前的利益 这些不适合艺人该发展阶段的代言推广 这样做只会一点点败坏路人认知度和好感度 这些不适合艺人的价值